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呢 是個棋類遊戲 是五子棋 叫做 GOMOKU FREE 應該是GOMOKU 是日文 五子棋的意思 那我們先來玩玩看 Play Now 那他可以選很多種棋盤格式 那這個最後再說 先Play一下 那很明顯棋盤 那我們先點一個格子 圈圈XX 唉唷 他很快就回復了 那五子棋的遊戲方法呢 就是 看誰最先排出五個棋子連在一起 誰就贏了 那玩這個遊戲呢 就是 可以擋住對方的路 那也可以連自己的路 那上下左右 斜的都可以 好 那讓我先玩一下 電腦都還蠻強的 我玩了好幾次才 大概玩出訣竅 那像他這個嘛 四個 他這排一個 第五個 在這邊的話他就贏了 這邊也可以 上面 這排四個 上面下面如果是他的XX 那他也贏了 那好險我把他擋住 那 我還可以排哪裡呢 你看我差點又贏了 好 那 他真的很強 好 那麼我贏了 You won 沒有看清楚嗎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遍 按refuse 他就可以 一個一個鍵按 每一步驟 他都可以按出來 那你可以直接按快轉 直接把全部的 最終結局都按出來 我贏了 好那不要看了 就按這個中指鍵 那如果你要返回 下一上一步的話 就按左 他就可以返回上一步 如果你要回到最初就是按最左邊這一顆 好 不要看了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其他的功能 那 遊戲一開始呢 有 這幾個鍵 有設置鍵 可以把音效關掉 這樣就不會有音樂了 可是我覺得有點 單調 那我就點選音樂 就有這個輕音快的音樂 那在這裡還有一個 可以把你的 這個遊戲資訊呢 PO到你的社群網站 好 那介紹其他的 這裡可以 打你的名字 輸入你的名字 那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棋盤 看還有咖啡豆 咖啡杯 非常的自定義模式 很漂亮 玩起來非常休閒 那這裡還有你可以選擇 你是叉叉 或是你是圈圈 那這裡還有等級 Level 有個Beginner 你是初學者 然後一直到這個大師 Master 好 那這裡有個 你玩的遊戲的排行的一個紀錄 你看 像我 輸給這個初學者 輸了41次 這是我之前玩的 然後他贏了他六次 那我和這個最厲害的這個大師比呢 我贏了兩次 輸了一次 也是蠻不錯的 那這裡有你贏的時間 比如說我花了29秒以連他 這是我最好的成績 那這裡是你的紀錄 History 歷史紀錄 那你也可以 這邊很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可以 看你之前玩的紀錄 按這個箭頭 那就可以直接看到你之前玩的紀錄 你怎麼輸他或怎麼贏他 這功能非常的好 好 按這個 禁止鍵就可以跳出去 好 那再來介紹呢 2Player 這是2Player的紀錄 那講到2Player呢 那就是按這個鍵 你就可以兩個人玩 可以為這兩個人取名字 比如說 第一個叫SingYu 第二個叫Lampa Lampa 鞋音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一個英文名字 好 然後就可以設定時間 比如說 30秒 或是時間至10分鐘 要解決這一盤遊戲 好 試試看 Play 那這邊就有時間 10秒 時間嘛 你不下棋 他就幫你出棋 他就幫你出 你就可以兩個人玩 不利樂乎 那這邊還有其他的設置鍵 點選這個鈕 他就可以拉出來 那這裡有個重新 這個是重新整理的感覺 那就重新了 那這裡可以隨時的換 就按背景地圖 好 很方便 你不用跳出來再設置 你想要去哪個地方 就哪個地方 高爾夫斯橋就高爾夫斯橋 黑板就黑板 好 你想要咖啡就咖啡 很棒 那這裡有個返回鍵 可以返回到 前一個地方 好 就按Quit 結束這一局 好 那今天的這個 公目枯Free 就有介紹給各位 那喜歡玩五子騎的朋友 就可以按我們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去進行下載喔 那感謝你的收看 各位再見 掰掰